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局指的13分显得极不正常 比赛结束后荷兰队员脸上带着笑容 感觉可以认证放着这一点 当然击败荷兰下来要碰意大利 也无可厚非 要想拿冠军 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关肯定要过的 根本逼不开 两支队伍都难打 还不如早倒掉 万一荷兰进决赛 对我们还有力 尽管意大利队的防守反击 荷兰网都是世界一流 机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埃格努 但精神面貌上看意大利向爆发护 没有冠军像 反观我们郎平知道 输球赢球都是平常心 意大利对太目中无人了 中国女孩应该狠狠教训一下 对战荷兰队的赛口技术统计上 朱挺拿下49分 袁新月拿下16分 剃补的李盈盈在第四局就拿到8分 张强明13分 盐你9分 龚小宇6分 丁霞和王梦杰也都出色 感觉中国女孩集体爆发 逐渐展露了冠军像 而且区分于意大利队 最明显的一点在于 意大利开局火热 目前呈下滑趋势 中国女孩则是逐渐入戏 越发稳定 即使这样 大家不应该忽略队伍中 还有一个持续低迷的球员 他成为了最大短板 副攻守袁新月在第三阶段 持续低迷 此意虽然拿到16分为第二高的比分 但是效率 很差 他的扣篮为29扣9中 成功率不理想 他的进攻太单调 往往被人摸透 如果他继续低迷 在半决赛肯定会被意大利利用 这场比赛的不稳定因素也将增多 当然 如果说其他细节 屁股的二传手摇敌和坚硬增春泪 不能上场时间太长 牵者不太会传球 而曾春泪年龄大了 他俩在场上丢分多 只能做骑兵 再次继续